好了,接下来我讲的2 sample t-test 回到这里试 第一件事,我们先找一个平均分 如果我们由item1到item34 我们找一个平均分,那怎么找呢? 我们就去transform,compute variable 这个就是平均分,m2-1 mean 这个就是m2-1 mean 这个呢,由item1 或者在这里,这个会更快 item1,mark完它 item34,copy 放在这里 这里还没得到,你再给一个comma 最懒的方法就是这样 再给一个comma ok 就是说,这一堆的紧衣,ok 看看我们是不是多了一个平均分 没错了,多了一个平均分 这个平均分,你都可以回答的 例如我们怎么做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graph 关于那个平均分 我们可以用histogram 你看 histogram 在哪里 然后放个min 放进去 你可以 就不像normal 但是都不太差 都有少少似 中间的分数比较多 就是三至四分之间多 这里是平均分 这个图你就可以放进去 就是你会有新的资料 就可以放进去 如果你答完之后 有个同学 就这样用Google form里面 它出的那些批评 就这样copy and paste 放进去 当是分析 是fail的 ok 因为那个时候太简单了 原来只不过给你有个first feeling 这个第一个感觉 它fail一下你的数字 ok 分布是怎样的 你不能够当是一个final analysis 现在我讲这几部分 是最基本的 你那个report里面有的 ok 好了 这个呢 我们未做 比如我们现在的item analysis 第一部分做这个analyse 比如这样 ok 第二部分呢 我们要做这个 那个mean score mean score of the scale 或者这个就这样叫做 skill mean score 就是这样叫做 skill mean score 那我们可以 copy and paste这个图 那里你可以看到 它的平均是3.5 3D会成多少 200 是吧 ok 那你不就做答 ok among ok 或者这样 the mean score the scale mean score the scale mean score the scale mean score ok was really was really normally distributed 那我们就可以 打回这些数字 min是3.5 3.6 3.5 它是3.5 对吧 一个小数位 min就是 先搞斜子 min就是3.6 那把这个 min m 打车 sd 打车 那 那 你这个图 就有新鲜的东西 可以放进去 那 是不是normal 很重要 通常normal 就是说 那些人都答得正常 ok 两边 太小分 和太高分 都是小的 通常都是集中间 ok 但是这里很明显 我看到 就是中间就凹了下去 就是这里有两群人 一群人就是 是拌低分的 主要 看到吗 倾向于拌低分 就是除了这两个巴掌之外 那一群人就是这里 倾向于拌四分 ok 就是比较少 就是可能是两班人 因为很明显 那里大部分是老饼 ok 那他们是不是有 他们的特殊分数 对于那个scale 我不知道 ok 这两个我不希望 你会答到 如果你答到最好 就是你的观察力 比较强 看到这个图 因为一般的正常 normal分布 中间不会凹下去 会比较高 这个凹下去 就是说明了 这里是一群人 这里也是一群人 ok 是两群人 ok 那现在把两个人拉在一起 所以呢 有两个山峰 不过这些 你不懂得回答也不要紧了 ok 因为奈何你们讀 这个statistics 讀了几个小时 我同学说了 下一期教育 没办法 讀这么少一小时 现在上一堂 学不到东西 好了 你答得到这句也很好 这些 我当你适合了 那现在呢 我想 我想看一下 就是说 男女之间 是不是有分别呢 那个scale score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呢 就是用个 用个t-test去做 有个同学呢 有五个hypothesis 今天同学 今天问我 其中一个要做这个 这个to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现在呢 它都适合了 看看 compare mean 这个mean 就有很多 有很多选择 ok mean之间的分别 1 sample t-test 这个就是exert test 这个是normal test 这个是t-test 一般我们都用t-test in sample sample t-test 就有这个 to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k summary 这个不用用 这个pare t-test simple t 你们没有的 one way and over 就是当你有三个group 或以上 好像那个 刚才我说的那个同学 他有一度想看一下 不同level的人 不知道是什么 我忘记了 high,median,low 三组 并不是两组 他们的mean 的difference 有多大 会不会有difference 是不是significant 这个就可以用one way and over 好了 那现在呢 就有两组而已 男和女 ok 男和女 那我就可以用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那我们把mean score放进去 这个grouping grouping呢 用什么grouping呢 用性子做grouping 记得我们 一就是男,二就是女 一就是男,二就是女 对不对 option要什么呢 这里不用理会了 ok ok 这里出了很多 很吵架的数字 有两行的 一个就是 equal variance assumed 那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呢 看significance 如果这个significance 小过0.05呢 ok 小过0.05呢 就reject前面这句话 现在是不是0.018呢 0.018呢 0.018呢 就是reject这句说话 reject这个说话 就是要下面 要下面那个 ok 要下面那个 这个是一个app 来的嘛 那我们 看回 上网了 看回怎么报这个app 和这个t-test 这个apa reporting f and t-test 这里有啦 这里有啦 这样照抄 按这样的 在这里 t-test呢 就可以这样报 那我们呢 就是independent t-test 我们就可以报这个了 核心的 你把这个 里面都在这个 确定是 明显的 这个 现在我们不是25 是吧 那个 我们有200个 200个 你不要跟出 他啦 是吧 ну 或者你可以这样写 我们有多少个男啊,刚才那里 200个case,有多少男啊,看看刚才我们那里 OK,我们有165个男 有35个男 那里面就要写 那里面是165个男 OK,那里面 这里面不用写了,165 即是占多少个percent 刚才说了,是80多 82.5% 82.5%和17.5% 82.5%和17.5% 82.5% OK 最重要是看男和女 那里面的difference 那里面的skill score 那我们再看看结果 那里面的结果 那里面的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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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因为0.008 意思就是 她们说男比女 因为我说1是男 2是女 那样的difference 那那根素质是正数 即是他们的retention 欲望 或者是motivation 比较高 OK 所以那里面的difference 我们可以如何回答呢? 我先抄一下 P是0.008 T是2.748 DF是58.958 你可以参考它这样做 Compare to 你经常跟我说不懂写 网上有些人已经写给你 你就参考 总之你不要跟他一样 Compare to 35个females 35个females 多少%? 17.5% 你不用Demontory soul 或是Display 或是Exhibit 你喜欢用不同的英文也可以 Exhibit 现在是认识0.008 Significs 正数 Higher 南比例高 Higher Meen Scale Score T 是多少? 还有Degree of Freedom 是58.928 然后就打 这个 51就是Degree Degree of Freedom 就是看这里 Degree of Freedom 58.928 再说一次 为什么要看下面那一行 不看上面那一行呢? 因为这里是0.018 少于0.05 所以不要第一行 要第二行 反过来 如果这个大 0.05 就要第一行 不要第二行 OK 现在要第二行 再看这个 0.008 少于0.05 所以我们说它有Difference 反过来 如果这个大 是0.05 我就说它有No difference 就是Not Significant OK 希望你清楚 继续 接着 T 就是58.9 一个小数位 18.9 T值多少 2.7 28 2.7 2.7 P是多少 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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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0.01 当它是0.01 OK 将这些 Variable 打斜 所以 这个就是做了 第一个 hypothesis testing 如果男女是有差别的 是这个 excuse 因为我不知道 他的文献看成 如何 就是 Simon Grant 那里有没有看过 一些文献 就说 男女不同 是不是会有 retention 或者 motivation 不同呢 男比女是否更加熱切 想留在警队呢 OK 更加有motivation 留在警队呢 哇 有很多解释的 譬如说 女儿想做妈妈 尤其是 生了BB 之后 或者结婚之后 等等等等 这个是后话 最主要就是 有没有人做过呢 OK 那这里有所谓的difence 那其实这个 actually 都是做 是想做 reliability 这个 mean score OK 其实这个 是做C part 这个就是C part 的 validity 但是这个 就是会不会 confirm了 人家某某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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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没有文献 譬如我 隨便 试一下 retention of Drop Difference in sex 看看会不会有 这样的说法 OK 看看会怎么说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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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 男女呢 都要看一看 The role of gender employee is studied at a pilot hospital 虽然都是说hospital 但不是原警 之前原警 看看有没有 Women in police breaking barrier Equipment intentions Gender Disparity Posing 没有浪费时间 这个我又找不到 应该是有的 不过我就不时用那么多时间去找 看回刚才那个 看看有没有什么牵涉 The meeting link and journal talent Talent has been the most perversing saga The couple in the battlefield between these two positive In this regard divided by to analysis the role of gender retention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private hospital 这个是讲私人医院啦 不是讲 police啦 不过看看先啦 The study further intended to answer your private 要提醒你 他在这些女的名字 Like また OK Descriptive 同 shake,偶像,平和酷地方面。 認識为造成的 사�件事。 因此,使用一些特殊联合选择投入基础、 特殊联合选择侵合选择。 因此,建议免有一个基础。 性能有一个基础。 这里是说 that in post-job setting by no inequity need to license me 这里是没有说的,没有什么分别 这个意思是你要找到有没有文献是和你的答案是 consistent 我不知了,希望可以找到 习之后可续习接下来,有几个Demographic Variable 这里只会提及了性能,之后 return age 之后要参考 obscenere 与侯余,生育学 career 你追到这些文献的文献老报 你什么都答不到这些,当然就是显示你查找不足,很弱这方面,答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纳分高下就是这些点 逐个逐个的调码比例,都与你的skill score做一些关系 做t-test也好,做correlation也好,你都要做这样的分析 好,最后我们来讲这个factor analysis 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factor analysis 如果有34条,其实应该我们分开哪一群是retention 哪一群是motivation 然后我想用少一点的factor去讲 好,去讲如何去解释那些人,为什么会有动机 这个仍然继续做警察或者注意处理 OK,那我就可以用这个regression analysis 那怎么做呢? Analysis,就去dimension reduction 就是factor 把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应该是分开的 因为我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我当是一构先,因为我不知道哪一架是哪一架 由Item 1 到34 就是descriptive 不用理会了 但是我们要做KMO OK 和这个determinant OK Signal level 这些全部都剩下 continue extraction 通常我们要用Principle components 剩下这个sweet spot 这个我们要用IconValue 这些数理的问题,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OK 我就是,你只要是这样的,就可以了 因为votation 通常用varymax OK 我们要votator solution OK 然后continues 因为score,你可以不save 可以不理它 options OK 我们sort it by size suppress small 我可以不理它 OK continue 剩下这些之后呢 我剩下OK 好了 这里出了很多东西了 首先 这里呢 有几个test KMO和barlet test 就是告诉你 这些东西 究竟适不适合做factor analysis OK 如果你不懂解释 你可以上网看KMO andbarlet test 是什么东西 KMO KMO and barlet test KMO and barlet test OK KMO barlet test 这里有解释了没有 意思就是说这里是interpretation 如果是at least 0.8 are good enough for factor and less commands 这条连续简单很清楚 我就打到work那里 让大家可以抄下 知道可以去找KMO 因为我认为不能教细就不太好 你们应该要自己尝试去学 这个我拿在这里 你可以拍下也好 什么都好 好了再回去 0.8 is good enough for factor analysis to commence 至少是0.8 至于significance 如果是0.00 reject now hypothesis 那就更加好 0.0.0 看看我们的结果 0.8 大 ok good reject now hypothesis 那你就可以 好 ok kmo 和pilot test i agree 就是我们的data is good for conducting the factor analysis 有些data 有些data 未必是good 做不到factor analysis ok 那就是说 你便跟回这些 这样的照射 现在我们good 分析result rehead kmo values 0.8 记得用APA的答法 ok 一个小数位 除非p值 可以两个小数位 significance 可以两个小数位 ok 答法 就是说 总的来说 你都是一个good for factor analysis for factor analysis 这个大部分回答了 第二部分 我们要看的 这里 有多少个factor 有七个factor 差不多 哇 需要不需要七个factor 差不多 那其实 你是不是要回到七个呢 哪七个呢 你看看 这里是 如何七个化 这个screed pod 这个手臂 由这里开始 就开始转了 这个又转 又转 但是去到第七个 就开始平了 即是他建议你 你将 那三十四点 分成了七个 那么多 ok 分成哪七个啊 这里又说 这个 这个 你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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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rix ok 甚至乎 你可以 刚才 那个 的做法 直接说 那些 叫他 选择给你 其实这个 你都可以选择的 比如 item 17 选择最大的 这个 这个属于第一个 ok 比如这样 我把它copy 过去 copy work 那里 结果皮 在work 那里 我们怎么选择 那七个呢 等一等 又 落下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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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可以这样做的 analysis 那里 就是 Dimension Reduction Vector 那里 我可以这样做的 没错 我们可以这个 score 不是score sorry extractions rotations 现在没有了那个 sweetpot 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这个 选择的 它可以 斩掉 不要的 Motator solution 啊 这个 suppress 看看它能不能 suppress 这个 一样 是分回七个 七个 哪七个呢 这里有了 copy 放在这里 不够位 好 第一个 是属于哪里 选择最大的 第一个 是属于这个 OK 我给个 色水去吧 正符号 不用理会 找一个 absolute values 即正符号 当正好 但是找最大的 那个 第二个 item 29 和item 15 都是同一个factor 那我们看一下 你可以给它什么名字 做了这个factor 出来之后 你给个名字 好 item 1 就没有啊 有啊 0.72 0.696 0.68 0.68